郑中鸡退圈还有必要官宣一下吗 娱乐圈都是你家的 拍戏唱歌就和逛菜市场一样 你别说退圈 自出道以来我都没觉得他在圈里 明明能当张学友偏偏要做周星驰 本期的Blogina就和你聊聊 港圈太子郑中鸡混圈的这些年 前天郑中鸡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了条要离港的消息 感谢一路走来大家的支持与关心 因为个人情绪和健康问题他不想干了 走之前还不忘发挥娱乐圈纪检委的本色 指责经纪人职业操守有问题 让娱乐公司重视一下 郑中鸡今年52岁了 他发布退圈消息的时候 居然有人在说 一个过气歌手只会留意你 我的天是我眼花的吗 敢说郑中鸡过气 这个无奈根本就是高级玩家好吗 他的老爸管事有多经 1972年 郑中鸡含着金汤石出生 这一天家里来了很多娱乐圈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爹是郑东汉 在娱乐圈不仅有地位还有实力 当年音乐巨头保利金 他爹就是合伙人之一 像邓丽君 许冠杰 谭永林 以及四大天王等人 都是在郑东汉的培养下 成为了一代巨星 还有人说他是华乐谭教父 可见陈一迅再怎么不开心 也不敢说郑中鸡一句坏话 在父亲的庇护下 郑中鸡长大了 他衣食无忧 狂妄自大 老爹说只要你别惹事 喜欢干啥全力支持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 太子鸡小小年纪 就展现出了极强的音乐天赋 老爸一开心 就约各种明星来家里给他授课 1995年郑中鸡去老爹公司玩 看到张学友在录专辑 他一时兴起就做起了和声 兼至看他天赋异禀 顺便还能拍老板马屁 于是拍着胸脯说让太子出道吧 15岁郑中鸡就成为签约歌手 这时的陈一迅 还在参加各种选秀比赛 寻找出头的机会 而太子鸡已经在张学友的护送下 发唱片开演唱会了 说来也奇怪 每次华乐坛颁奖候选人里 总有郑中鸡和陈一迅 虽然被观众看来 两个人像是竞争对手 但陈一迅心里明白 他拼不过太子鸡 谁敢跟老板的儿子抢饭碗啊 点关注咱接着往下聊 郑中鸡退圈 大家都不意外 毕竟他就没在圈里好好待过 太子鸡爱玩 爱笑爱女人 阿萨和他离婚 最大的原因就是受不了 他喜欢比基尼的怪癖 郑中鸡这辈子活得太肆意妄为 没节操没边界 但歌真心好听 戏真心好看 这是一个荒唐与清醒并存的男人 如果稍微努力一点 真没陈一迅傻事了 但可惜他就是懒得动弹 有时间还不如谈长恋爱 1996年郑中鸡看上了杨千画 他使出了一系列追女手段 成功拥美人入怀 还高调的让媒体拍他们浪漫的样子 可惜太子鸡是一个公认的无赖 和杨千画谈朋友期间 还把女助理的肚子搞大了 吓得他赶紧辞退助理 这件事发酵后郑中鸡就被口水淹死 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爸爸的力量 很快这件事就平息了 收拾完烂摊子 郑中鸡又回到了杨千画身边 也许是内心有愧 1999年郑中鸡为杨千画 单独创作了一首表白歌 告诉他 这一生有你足矣 本以为浪子回头 可感动只维持了一年 郑中鸡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 这杨千画忙事业期间 又开始寻话问流 和张博之的绯闻传得人静皆知 身心俱疲的杨千画忍痛说出了分手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戒酒消愁 没想到自己能爱这个渣男这么深 但无赖就是无赖 这边郁郁寡欢 那边又开始放飞自我 苏秦郑东汉为他洗白也是劳心劳力 为了避风头 他老爹决定让他告别乐坛 去演艺圈混一段时间 总之来日方长 你不得不承认郑中鸡确实渣 但确实有才 无厘头的演习风格 仿佛为他量身打造 还被港媒称为周星驰接班人 2004年太子极有恋爱了 和阿萨因细生情 不过这次他选择低调 因为他发现恋情一旦被公开 就不能安心玩比基尼了 可惜阿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听话 点关注咱接着往下聊 凭借一首无赖 郑中鸡让陈一迅的努力化为泡沫 你把人家当对手 人家和你玩消失 你把人家当朋友 人家时不时出现 让你知道前方的路不好走 他唱的歌没有李克勤多 但郑中鸡说 李克勤唱歌就是乱吼 他没有含红资格老 但敢言含红唱歌都是一个味 面对陈一迅的地位 他更是淡淡一笑 说那是因为我不想干了 港圈恶哨 绝非浪得虚名 嘴臭人坏 多惊无赖 他之所以又结婚 并非现任代求上位 而是太子鸡玩累了 要不然想打发走女人 一如反掌 曾经被阿萨哭诉 脚踏四只船的郑中鸡 现在已经当爸爸了 没事去学校这些孩子 兴致来了 还会在学校简易的舞台上 放声歌唱 那不说平常都不怎么练习的郑中鸡 一开口 还是和吞了铺顶级音响一般 在学校劣质的话筒前 依旧有演唱会的音色 还好郑中鸡一向不努力 要不然就凭他的家世和天赋 还让别人怎么混呢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但也了解港圈更多故事 感谢观看